中共昨天清晨突襲 发动了联合力箭逼军演 153架次共机扰台 也创下了单日新高 但军演只进行短短13小时 就快速收兵 专家分析呢 中共是受到了国际谴责的压力 而行政院长周永泰表示呢 任何一个没有事先提前预警的演习 都对整个区域的和平稳定 带来相当大的困扰 中国的演习不仅在台湾周遭 更是严重影响到整个国际的航群 共机扰台再创单日记录 从中共14号清晨5点 宣布发动联合力箭逼军演 截至隔天上午6点为止 有153架共机侵扰 中国海警更荒谬作图 将中国海警绕台轨迹 说成是海派甜心 巡航都是爱你的形状 海巡署严正谴责 中国认知作战的虚假讯息 呼吁民众不要掉入 中国认知作战的陷阱 针对任何一个 没有事先提前预警的演习 都是对整个区域的和平稳定 带来相当大的困扰 中国的演习不仅在台湾的周遭 更严重的影响到 整个国际的航权 知识中共这回短短13个小时 火速收兵演习快闪 恐怕也因为受到国际的谴责 不止美国国务院严正关切 呼吁中国克制 日本首相石破茂也发声 表示日本正高度关注 中国这军演也就是可能遭到其他国家的一个反对 所以他就快速的收兵来显示 所谓的他已经达成目的了 但是在各国的军演史上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案例 它是一个政治性的演习的含义比较高 并不是只针对中华民国台湾 它也是针对美国跟日本进行一个校正 共军快闪演习政府人没有大意 严密掌握军演是否对国内民生 骨会式咨询安全造成冲击 国家的经济体质到底是非常的强韧 那未来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升高或是增加的 我想我们都严正以待 国内未接力发声谴责 使得中共军演半天就收兵 民主盟友团结力量发挥吓阻效果 建人柳春卫台报道 国内未接力发声谴责任 国内未接力发声谴责任